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。 王一博被曝偷税漏税,网友称其是假消息,事件真相有待查证。 9月26日,网传知名艺人王一博被实名举报存在偷税漏税行为,此事在社交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。 一位网友通过查询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官网,详细填写了多项质疑王一博偷税漏税的证据。 举报内容包括其商务代言、音乐作品销售、影视作品参与等多个方面。 据举报者指出,王一博每年商务代言报价高达2000万元,2019年到2022年期间共发布了三首付费单曲,销售金额超过10亿元,但未见其工作室和公司发布财报。 同时,他在这段时间里参与了超过40个商务代言和多部影视作品,收入至少达到了6亿人民币。 令人怀疑的是,王一博和他的父亲每年都成立一家科技型公司,但王一博作为娱乐明星并无科技相关业务。 举报者怀疑王一博将个人收入全部转入其家族公司,将个人收入转化为企业所得,以此利用科技型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偷税漏税。 以上消息曝光后引发不少争议,有人觉得是假消息,但也有人觉得这个事情并不会空穴来风。 据了解,王一博自出道以来,以其多才多艺和颇高的人气在娱乐圈广受关注。 他不仅是演员、歌手和主持人,还是一位热爱赛车的职业赛车手。 所谓王一博曾因一些行为被爆出耍大牌的新闻。 一次被拍到乘坐摩托车,身后一群安保人员严密保护,而他们还有专人负责为王一博撑散,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调侃和吐槽。 整个事件表明,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,艺人王一博的每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。 他将如何应对这一偷税、漏税的举报,也将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 再见 再见